大家好 我是王棉 又回来比赛了 确实去年独冠之后 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也不太大 这一年我就是 偶尔有活就接接活 然后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还是躺在家 看一看李月琴的综艺 还有杨丽的热搜 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 然后能看出来 我就在上面 就是非常努力地 展示着自己的平平无奇 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 正着开始比赛 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 心理健康 我就发现好像 很多人都有一个共通病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痛苦的情绪 都是来源于别人 这首歌送给大家 你不要打到我节奏 刚进入情绪 再来一遍 我这个点 搞音乐的 我们来看啊 真的吗 你看 是不是 总说唱 总节奏 总浮漏 玩器出来了 玩器出来了 我们先过去了 你俩要拍的话 赶紧先拍完好不好 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 我们不懂跟不上 知道吗 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拉住你 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 如此拼命 早知道就劝你多休息 多注意身体 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 看着你 怎么你就突然 变成了我的总经理 我们一起进的公司 你还是小老弟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你好大的差距 我却只有为你 卖命的好身体 人总是产生很多情绪 因为你忍不住会和别人做对比 早知道 我就不该天天呆在家里 为了陪孩子 放弃事业上生气 还每天对着孩子 叫他说英语 呆地 呆地 换尿布了 呆地 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 叫的还是他骂你 我天天叫你呆地 可不是尊重你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他明显更爱你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 无论生活中 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 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去和别人比 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 因为你和他一样 也当上了经历 我不用再去对比 因为我和他是平级 我当上了经历 在我最好的年纪 纪念我三十八 但他好像二十七 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有出息 因为他没有错过他的上升期 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 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 甚至还不知去和别人比 还和过去的自己比 明明这个高音 我去年能唱上去 我怎么比不过去年 那个优秀的自己 我今年还来参赛 到底是缺那根筋 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 我发现我们真的 好像什么都要 跟其他人进行对比 成绩体重升高 工作房子大小 什么都要比较 就算你得了病 还要让观众投票 哎 这个可好笑 真的没必要 与他人做比较 只会没完没了 塗藏自己的烦恼 我现在就要 放弃和别人做比较 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 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好 对的好 黄伯压力好大 最后 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 如果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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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